昨天出了网易 业绩市场比预期好 但在美股的股价跌得多 简单说说大数 网易第二季的业绩好过预期 纯利案年价超过4.9 到52.9亿元人民币 经调整持续经营利润54.1亿元 增加2.8亿元 其内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收入增加1.5亿元 虽然我们重新批出游戏版号 但未见到网易等等大型开发商上榜 所以大家也很关注这个点 昨天管理层也有回应说 他们在内地也要开发更优积的游戏 因为版号是一个稀缺资源 怎么看网易的业绩之后 第一次就是美股的反应跌下来 在香港这边会否的股价也会跟随? 其实昨天出现业绩那一刻 美股盘前本身正在升 但到了管理层说话 或者大家慢慢再讨论多久的业绩 就开始下跌了 美股开始下跌了 所以其实第一个反应是升 正如刚才你说的 就是业绩本身看起来不差 因为大数是比较好的 甚至如果你拍到前几天的腾讯来说 只看过游戏业务那边 其实网易是做得不错的 因为你的游戏收入更有得升 第二季来说 但凭上游戏收入第二季是未下跌的 即是按年来说 所以只用这件事来计计 因为过去这半年大家都没有爆出 这两间也没有 但一个是有得升 一个是有得跌 你只是这样的简单去比 你也看到其实网易的数据不是差 但是当然 为什么之后股价要跌 或者这一刻可能香港这边 本钱对它出来也会跌 有点关于展望和后市 因为你可以说好一点 就是现在网易本身手上 也有足够的游戏去顶住 譬如过去半年为什么做得好 因为它有些之前批订的未出的 那些传统就慢慢出来 所以过去这半年 游戏也没有顶得到 而7月份来说 是有一个大家觉得 很有憧憬的游戏 刚刚《破坏神》 《Diablo》也上了线 所以这款也真的有一个不错的反应 所以如果你说这些游戏在第三季 我觉得有机会都顶得到 妄逸的游戏也有表现 但是就是之后 因为刚才提到 就是版号审批那件事 始终你说 今年復批之后 第一两转大家会觉得 可能是因为轮延排队 所以未有些大主 因为你可能计算其他方的时间 大家当时会这样估计 也会觉得这次没有 之后也有 但是到了之后第三、第四次 都仍然没有这两只大的时间 就开始让大家担心 是否政策倾斜的问题 会否反而是真的想令到行业 是分散一点 倾斜多一点 在游戏中小企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说 的确对这些龙头是不利的 所以如果未来的版号 也会继续是这样的 自然对他们有引诱 因为正如刚才所说 就是没错你妄言这一刻 可能还有自己的袋里面 也算是有钱 即是可以刮到出来 但是你刮一刮一刮 也会刮到没有一天 虽然刮到没有的时间 而又未有新的版号批 那真的很糟 外观也常常说 要开发多些海外 是的 唯一要这样 所以这件事情 会有少少的隐忧 或者不确定 可能也是这一点 令到股价稍微跌下来 因为始终 如果你论过股价走势 其中过去这段时间 网续算是相对比较强的 即是你对比刚才说的 腾讯或者是爸爸 其他也好 它是算强的 而亦都相对叫强 股值一直以来都相对算高一点 它都赢了二十多倍 你比腾讯十多倍 其实它是贵了 所以如果大家在中长期 都会面对着这个不确定的问题 可能今天稍微回回一些 是不奇怪的 暂时看着这些位置 135、133 这些位附近 因为几转 你看到由四五月开始 都是几次试试这些位置 都能够定得到 但是这一刻 看一看今次可不可以守住 如果可以 都继续保持大环区间 但是如果真的不幸远 可能到时候 技术上说 会令股价回心多一点 是的 你看到哪个位置有点支持 暂时真的是133 这个位置 第一下 但是如果你说这些位置都穿 我觉得慢慢 真的从走势上看 其实 对落就是三月份的低位 107、108 这些位置 但是 我觉得从基本面来说 就是未必 价值得这么低 因为其实基本面 真的不算差 但是问题就是看大家 怎样看前景 那这个好看政策的因素先 就是一个团队 类似的 这些观众 的 那这个是一个团队 就是一个团队 对那些团队 就是一个团队